为什么知田信玄换过好几次居城呢? 为什么武田信玄长期都在甲匪的蜘蛛旗馆? 信玄之野望 vs 信玄之野望 こんばんわ! 我是战国岛游岳翔兵长 欢迎来到岳翔的战国浅度旅行 信玄之野望 推出了新作新生 兵长身为一个信玄之野望迷 今天想要结合战国历史、游戏 还有战国旅行为大家介绍 跟知田信玄还有武田信玄有关系的名城 来一场信玄之野望 vs 信玄之野望的PK战 讲到知田信玄跟武田信玄 他们对于城池最大的差别 就是知田信玄他会随着战略目标改变 不断变更自己的根据地 其实兵长认为 这跟他们的出生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讲到知田信玄的出生 其实算不上非常高贵 他是伟章夏氏郡守护代的家城 在他继承家业的时候 知田家的根据地是纳古野城 后来在江户时代初期 德川家康在原地扩建了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明古屋城 在知田信玄21岁那一年 他正式进驻了夏氏郡守护代的青州城 青州城可以说是知田信玄在伟章最重要的据点 知田信玄在这里打赢了统峡间之战 统一了伟章国 所以在游戏里面 青州城通常都是知田信玄的开局地点 目前在爱知县的清须市 有一座钢筋水泥建造的青州城 虽然这个青州城地点是八九不离十 但是外形则截然不同 因为知田信玄当年的青州城没有留下设计图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青州城 其实它是用知田信玄晚年流行的风格 也就是所谓的知风系天守阁的风格去做设计 在天守阁的对面 另外有一个城基公园 在那里有知田信玄跟农基的铜像 如果去青州城玩的人 记得不要错过城基公园的铜像哦 言归正传 知田信玄统一伟章之后 他下一个目标是北边的美农国 为了就近攻略美农 知田信玄决定在边境盖了一座新城 名为小牧山城 现在在小牧山城也有一个模拟天守 但是现在的小牧山城 跟刚刚所说到的青州城都一样 他们都是属于想象中建造出来的模拟天守 在知田信玄的战国时代 青州城跟小牧山城 绝对不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模样 四年之后 34岁的知田信玄成功歼灭了栽藤家 进驻了美农的稻叶山城 而且知田信玄把这座城改名为齐富城 开始使用天下不武的硬件 虽然讲到知田信玄的城池 大家应该会直接想到安土城吧 但是兵长觉得齐富城才是知田信玄 人生最重要时期的居城 知田信玄进驻美农齐富城之后 他跟前景佳缔结了婚姻同盟 并且拉拢了近江国境内的地方势力 才能够顺利的永利逐利一招上落 但是这边有一个有趣的地方 知田信玄即使勇力一招上落了 他仍然拿原本的美农齐富城作为据点 没有贸然的把自己的居城搬到近江国境内 甚至是靠近京都的地方 正是因为知田信玄没有贸然把根据地 往京都的方向移 所以在两次的信玄包围网期间 就算近江国境内的地方势力反叛了 知田信玄还是可以靠着美农跟伟章的家底 努力熬过两次信玄包围网 知田信玄在美农的齐富城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一直要等到歼灭前景、曹昌 并且在长小之战打赢武田圣赖之后 知田信玄把根据地搬到安土城 一来可以就近监控京都的局势 二来安土是一个交通要地 他可以拿来控制琵琶屋的水运 并且监控北路的动态 可惜知田信玄的安土城 在本能四字变之后就烧毁了 现在在知赫县境内的安土城基 主要保留了当时安土城的一些 像是台阶啊 或者是建筑物的地基之类的规模 另外在安土城基的附近 还有一个天守支馆 里面试图复原当年安土城天守阁内部的样子 目前就只能借由安土城基、天守支馆 还有游戏的CG 来想象当年的安土城长什么样子 总括来说 知田信玄的居城包含了 纳古野城、青州城、小牧山城、齐富城 还有最后的安土城 兵长猜想 知田信玄对于居城的战略 选择的是偏向积极 但是又不照进的方针 另一方面 人称甲匪之虎的武田信玄 他对居城的观念跟知田信玄则截然不同 这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出生背景有很大的差异 知田信玄他是伟张国夏世郡守护带的家臣 但是武田信玄的家族 则是从连昌时代开始 就长期担任甲匪守护的武士名门 武田信玄的居城直足旗馆 设计的风格就跟知田信玄的居城完全不一样 知田信玄的齐富城主要是以藏天险的山城 安土城则是建在湖畔小山的平山城 但是武田信玄的直足旗馆 则是建在甲府盆地的平城 而且他的形状是四四方方的形状 在周围有壕沟跟土壘作为防御 讲起防御力可是要比齐富城差得多了 不禁让人好奇 为什么武田信玄会选一个防御力这么低的城当做自己的居城呢? 刚刚有提到武田信玄的家族是打从连昌时代 就统御甲匪国的武士名门 所以直足旗馆的设计沿用的是连昌时代晚期 还有南北朝时代流行的居管式城池 顺道一提 曹昌的一城谷遗迹 它也是属于这种居管式城池风格 这一类的城池主要是以四方形为主 在外围有壕沟还有土壘作为防御公式 虽然城的防御力比较低 但是具有彰显身份的用途 也就是说武田信玄居城的防御力 不是在于地形或者是在于天险 而是在它身为甲匪守护的号召力 还有个人魅力 所以才有武田信玄的那句名言 人为城 人为豪 不过当年武田信玄的蜘蛛旗馆 现在被改建成武田神社了 除了周围的豪沟跟土壘之外 已经看不太出来当时武田信玄年代的风格 还好在2007年的大和剧 风陵火山上映的期间 当时剧组盖了一座风陵火山馆 虽然现在拍完戏早就已经拆掉了 但是兵长当时也有去日本参观这个风陵火山馆 希望大家可以借由这个照片来想象看看 武田信玄年代的蜘蛛旗馆是怎么样的规模 所谓理想很风云 现实很骨感 除了武田家身为甲匪守护的威望之外 当然也需要买一点保险才行 在植株旗馆的北边还有一座称为要害山城的城寨 这里就是守护植株旗馆的军事重地 当有外敌入侵的时候 可以让老弱妇孺躲藏在这个山城 并且利用城寨里面的士兵 联合植株旗馆的士兵包夹敌人 武田信玄诞生的那一年 正好就有外敌攻入了甲匪盆地 当时武田信玄的母亲就离开了植株旗馆 最后在要害山城旁边的寺庙 击翠寺生下了武田信玄 不过要害山城现在只剩下遗迹了 如果是对于日本城池的新手来说 可能会有点困难并且难以想象 所以兵长另外想推荐的是 长野县的荒底城 这里复原了战国时代的山城模样 而且这里也是大和剧 风陵火山战国三公主的拍摄地 虽然交通有一点点不方便 但是兵长非常推荐哦 言归正传 关于枝田信玄跟武田信玄 选择居城的思考方式来说 枝田信玄比较接近现代思维 他以执行战略作为前提 经常更换自己的居城 借以就近监控战况 并且调度资源跟军队 武田信玄则比较属于古典思维 他以维护甲匪守护的威信为最优先 即使领地扩大了 他还是把居城留在甲匪的支柱旗馆 这样一来 战争就只会发生在领地的边界 甲匪国则不会受到影响 平心而论 两个人的做法都各有优缺点 所以我们在谈历史人物的时候 真的不能单纯的以成败论英雄 要思考他们每个人面对的环境 手上有多少筹码 他们当时能有哪些选择可以做 这次的信藏之野望新生采用了许多新说 例如我们所知道的统霞间合战 这一次是采用伟章远真说 而不是一般人熟悉的金川艺人上洛说 这款游戏称为信藏之野望 当然有许多关于支田信藏的事迹 还有历史异化这些事件跟戏剧动画 除了支田信藏之外 其他的战国大名像是北条、武田、上山、 还有真田、伊达、甚至是九州的笼罩世家 都有许许多多的事件 而且是采用正反两面来叙事的方法 本作除了采用许多新说之外 另一个特色就是所谓的知行制 知行制更能反映史实 而且能够表现出国力的差距 例如说信藏原服剧本的支田家 拥有两座城池 这两座城池的军力加起来总共有4200 如果统一伟章之后 再加上清虚跟犬山的军力的话 伟章国的军力就有8400这么多 表现出了伟章的负数 反观武田信玄的贾斐国 境内只有两座城池 植族旗馆的军力虽然比较多 有3000人 但是另一个岩殿城只有1800人 加起来总共只有4800军力 表现出了贾斐国跟伟章国的军力差距 而且导用知行制之后 人才的分配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 必须把有能的人才配置在领地里面 让他们管理知行制 这样子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这一次的信藏之野望新生军长玩了两天左右 对于这一些历史的表现感到非常的满意 当然啦有一些操作的部分 UI可能显得有点繁杂一点 希望日后可以做改进 但是整体来说军长非常享受这块游戏 也觉得游戏跟历史也做了非常好的结合 好啦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此为止咯 如果你还想知道更多农场文不会写 中文维基百科也说不清楚的战国知识 就请你订阅岳祥兵长的频道吧 也欢迎你使用超级感谢功能 赞助兵长收集更多原文资料 岳祥的战国浅度旅行 我们下次再见咯